员工保险毕竟是公司的 比方说大家如果理赔的太多 公司发现明年涨下涨得太厉害 那公司可以把这些员工保险 全部给取消掉 那大部分人我们在这边上班的时候 公司都会提供一定的一个员工福利 那一般都叫做员工保险 那员工保险主要包的就是像医药费 还有平时牙医的一个检查的一些费用 那另外员工保险还有一些很好的福利 就像按摩针灸甚至是请营养师 甚至是给自己的脚做一个矫正的一个鞋垫 还有每年都可以去配个眼镜 或者每两年可以配个眼镜 还有旅游保险这些都涵盖在里面的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员工的一个福利 但是缺点就是说员工保险毕竟是公司的 那它是属于公司的 公司是有权做任何的一个更改 比方说大家如果理赔的太多 公司发现明年涨价涨得太厉害 那公司可以把这些员工保险全部给取消掉 或者说取消掉一部分 然后或者就是说 比方说如果我跳槽了 或者说我退休了 那这些员工保险都是不保的 所以哪怕我在这家公司卖命做一辈子 那基本我到了65岁或者70岁之后 我这些员工保险的福利都没有了 所以一般都会建议就是说 提前先给自己买好一定的一个商业保险 因为跟这个员工保险是不冲突 那至少等到自己退休后 反正也不用再交钱 但是有自己提前安排好的一个商业保险 都一直保障着自己 原创不易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